3月26日 郭德纲在社交平台 官宣了评剧 打狗劝夫专场的演出时间 看到师傅郭德纲发文 随后张云雷化身小谜底 评论道好想去看 不得不佩服张云雷的人气 一句话直接把郭德纲发文 郭老师送上了热搜 看到张云雷都如此期待 网友们也非常期待 郭老师唱平剧会有怎样的表现 据悉郭德纲就曾在天津平剧院 建院50周年之际 轻唱过打狗劝夫中的经典唱段 如今更是与天津平剧院曾昭娟合作演出 一味是相声界的翘楚 一味是平剧的旗帜 不知道曾昭娟老师 能不能接住郭老师的梗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负担 您别负 不是就负责 我们还接不定 那就好办了 你要不报送我 我还不那样 你不能走啊 就去 我有话 你不撒手 你别来人了 我去去 别来人了 先乐够了算是吧 看到彩排就如此欢乐 不少网友表示 这票买得真值了 一边能听到评剧 一边还能听到相声 就是不知道老郭到演出时 还会不会嘴瓢 当然也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郭德纲与曾昭娟院长合作 票价居然要1580元 而同样是曾昭娟的另一场演出 演出时间差不多 演员阵容也相差无几 最贵的才只要380元 看到差价能达到1000多 不少网友表示 老郭并不是狂妄自大 而是有这样的实力 对德云社有信心 毕竟凭剧演员归根到底 也是为了赚钱杨家 如果赚不到钱 是留不住人的 如果郭德纲能够像麒麟剧社一样 改善平剧演员的生存状况 让平剧演员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势必会刺激更多人投身平剧 这门古老的艺术 才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